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国风美少年开始 有不少的观众已经开始关注 那些在传承传统文化舞台上 闪闪发光的少年了 而在华彩少年里 更是看到了不少优秀青年的影子 除了他们深受关注以外 华彩少年的上线观也是非常关注的 比如最近宣布加盟的华彩少年的周深 他就得到了更多目光的注视 说到周深可能依旧很多人想到的 是他的代表作品大鱼 但其实除了这首歌之外 周深也有其他非常多的作品 可能在下看来的话 他觉得在舞台上是非常闪耀的 但是这个闪耀都是他一步一步努力走出来的 出道容易吗 可能并不困难 但是要走到备受大家喜欢 并且说出他的名字 就能够说出他代表作品的地步的话 这显然是不容易的 但这些周深都做到了 他是一个会在成功路上激励到你的人 作为上线观 相信他也会给很多的青年选手鼓励 从出道到现在 周深确实经历了非常多 从没有名气到现在 你能够在很多电视剧片尾曲 或主题曲当中听到他的声音 能够在很多的音乐节目 看到他的身影 这个过程是漫长 却也是值得等待的 小编曲的周深最大的优点在于 他的每一个转变 你都能够在舞台上看得见 比如说他虽然出道了 有了自己的代表作 但是在舞台上演唱的时候 依旧是有可能紧张的 但到了后来就一点点的放松 其实并且也开始享受每个舞台了 这样的变化也让周深成为了很多人学习的榜样 作为一名出彩的艺人 可能并不容易 但选择了这条路就不能够什么都不做 希望之后的周深 依旧会在更多的舞台上 继续带来更好的作品 吃瓜不停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 同时也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